当齐桓公的霸业争争至上的时候,这引起了另外一个诸侯国的不满,这就是南方的楚,楚国也是一个正处在上升其中的大国,他开始对齐国的霸业进行挑衅,那么面对楚国的挑衅,齐桓公和广仲会怎样应对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无霸之,恶楚尊王。 北京师范大学 齐桓公在广仲的辅佐下建立霸业,使中原诸侯都团聚在齐国的旗帜下,但齐国如日中天的势头引起了另一个诸侯国的不满,这就是楚国。 楚国在西州分封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国,经过几百年的兼并发展,他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强大的楚国开始对齐桓公的霸业进行挑衅,这对齐国是一个考验,齐国能使鲁国宋国这样的小国居国,那么面对楚国这样的大国,他还会有这样的实力吗? 北京师范大学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无霸之,恶楚尊王。 楚国在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可是追寻这个楚国人,他的老根,他也是个中原人群,他们的元祖大概在我们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原生活,楚国人跟殷商人群不是一个人群,就是不太对付, 随着殷商市的崛起,这些人就渐刺向南退,南边西边退,退到了中原的边缘地区,等到西州开始灭伤了,西州人崛起了,发展到周文王的时候,楚国有一代首领叫雄裕,司马迁在史记上记载他,曾经子世文王,就是像儿子一样伺候周文王。 那么今天的话说就是任干儿子,任干爹,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他要归一个大族,给人家做干儿子部落,这个事情在远古时期经常有,过去我们都不太相信这种记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元就在陕西出土了甲骨文, 是周人的甲骨文,上面有一句话写着,叫金丘楚子来告,证明了,楚国人的确确确行军跟周人,在西州建国前后不过来往,而且是子,就是干儿子。 那么结果周家建国以后,对干儿子怎么处置呢? 行了,就封一块地方,在哪儿呢? 大致就封楚国一块地方 他的地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有学者认为就在今天河南的南洋盆地 这虽然当时封他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边缘的地区,爵位也很低 大概是子男之爵,还是干儿子 子跟男都是儿子的意思 男孩不是儿子吗?给他的子男的爵位 结果实际上塞翁是马 我们知道南洋盆地再往下走,汉水,再往下走就是长江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 当时都是什么?相当有待开发的地区 所以楚国人在他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一开始不是向北发展,他就向南发展 到了西州后期,他已经很强大了 到了西州后期,他看着周王朝有点盯不住了 他自己称了王了 楚武王,楚文王开始称王 虽然周立王出来了 西州王朝最后倒数第三个王就是周立王 周立王很厉害 结果这个时候,楚国偶尔一看王朝太强了 就把王号去掉了 可是周立王一完,他又把王号恢复起来了 这就是称王了 称王什么意思? 我就不再是你的臣子了 你别老是拿我当干儿子对待了 楚国人很倔的 在后来他们也经常说 我们是蛮夷 你们当年就封给我们这么一点小地方 我们自己碧鹿兰里,以起山林 我们现在天下我们自己大的 我们不买你周交的战 清除战国的楚国人很倔强 很倔强 也很顽强 结果是西州崩溃了 崩溃了以后,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楚国人的大机会 昭家曾经在哪? 在汉水一带封了好多诸侯 所谓汉阳诸姬 就是在汉水北岸封了很多激性小国 这些国家差不多被楚国摆平了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都是很小的国家 兼并土地 而且趁着春秋在中原地区天下混战的时候 矛头直接直向北方 他的势力发展 比齐桓公几十年改革时间要长 而且疆域广阔 所以当齐桓公霸业如日中天 他就不舒服 不舒服 他就打齐国的盟国 郑国 第一次打 郑国盯住了 第二次打 一个大臣被他抓走了 抓走了以后 当时的郑国的君主叫郑文公 郑文公有点盯不住 说你齐国再强 你远难离我 你在山东半岛上 焦东半岛 我在今天河南郑州这一带 郑州以南三十几里 原水解不了近河 郑文公说干脆投降 这个时候有个孔书 他的大臣贤臣就站出来了 他说你不能这样做 齐国正在千方百计的想帮助我们的时候 你把他的德行抛弃不顾 你投降楚国 道运上失败 老百姓也不赞成 这么一说 郑国才算盯住了 没投降 这个消息 楚国两次打郑国的消息传到山东 你管中那样的人 他能意识不到吗 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 所以齐国跟楚国之间的这种 这种冲突 那是必然的 而且你齐桓公在黄河一带 你很强盛 你能不能跟楚国交一交手 这是使金石 你在国内老拿冠军不行 就像我们现在运动会比赛 能不能拿到世界场合上去 你还老是破世界纪录 这是考验 所以管中心里边就开始谋划着未来的大战略 这个事有凑巧 可巧在这个时候 齐桓公家里边出了点事 什么事 就是齐桓公有个老婆 齐桓公这个人好内 就是喜欢讨老婆 衣服多妻制 反正她也养得起 就讨了不少 其中有一个姑奶奶 就是她的夫人来自蔡国 蔡在哪 在河南省 河南省这个地区 离这楚国很近 蔡国的姑奶奶 应该说很受齐桓公宠爱 有一天 俩人在宫廷的后花园 在池塘里边荡粥玩 结果玩得高兴 蔡姬 摆了个船 摆摆摆 齐桓公 他是个汉鸭子 就害怕 他这个平衡感不是太好 就赶紧说 停住 蔡姬还以为是跟他开玩笑 就越摆越来劲 吓着了 把齐桓公吓着了 吓着了就恼羞成怒 一生气 就把蔡姬打破回娘家 你回娘家 注意 这不是正式的修妻 古代修妻也有手续 不过 要没有下面的事情发生 也可能齐桓公一辈子想不起来蔡姬 让他在家里边当老姑娘 被遣送回家的老姑娘待到死 有可能 但是下面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发生 蔡国的那帮 齐桓公的大舅子小舅子 是不是还有老丈人 我们不清楚 一看 你齐桓公就把我们姑奶奶送回来了 既然送回来 我就当你是把她给修了 我就当你是办了正式手续了 那怎么办 既然是这样 我们再怎么处置我们的姑奶奶 你管不着 怎么办 他们就找了个主 把这个菜鸡给架了 这个事情 这个是齐桓公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 这是公然给他戴个帽子 所以齐桓公就非常恼怒 这一恼怒 君主要一怒 就要动干戈 恰恰这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楚国打正国 两次打正国 管仲就掌握了这个时机 史书上 史记就讲 说管仲这个人因祸以为福 善于转化形式 齐桓公不是要对这个菜国的这帮大舅子小舅子们 这种行径 他是七罐子醋坛子一块打翻了 整个说嫁了自己妻子 这个时候管仲当然就想利用这种现实 当然要讲一番道理了 什么道理 我们就要问了 你菜国人这么胆子大 把个齐桓公的老婆你们敢嫁了 这个你们凭什么有那么大胆子 凭什么 菜国背后站的是楚国 所以这个道理 管仲跟齐桓公一讲就通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管仲就提出来 我们要跟楚国要叫一次手 我们要显一下我们自己的威风 齐桓公当然同意了 怎么打 打楚国 打楚国 楚国要是要给齐桓公脸色看 他不是打正国吗 那好 我们就打菜国 真家对卖王 你有尾字我还习 咱们就是打过去 所以齐桓公就迅速的组织起来 有齐 鲁 陈 宋 魏 许 曹 郑 八个国家 组织了一个八国联军 说八国联军这么好组织吗 好组织 一是齐桓公的威信 另外 楚国在南边欺负那些弱小的国家 中原诸侯能不知道吗 所以早就有气 所以八国联军就迅速组织起来 然后就开始袭击蔡国 这个是出乎楚国意外的 结果蔡国实际上蔡国很蔡 这次战争史书用了四个字评价 叫民逃其上 老百姓一看中国联军打回来以后 撒腿就跑 摆脱自己的统治 这就是亏了 蔡亏 也是拜军不禁扫着扫 而这次的目的也不是要打蔡国 蔡国不禁打 也在预料之中 接着矛头顺势一指 就指向了楚国 于是诸侯八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楚国境内 攻城掠地 这个楚国人从西周后期 周立王以后就没吃过这个亏 哪个诸侯吃了雄心抱子散 跑到楚国境内攻城掠地 耀武扬威 这个时候楚王当然不干了 楚王自然要派人到军前来 问他明白 你们为什么 这个时候 诸侯的军队 齐国为首的诸侯的军队 就驻扎在秦这个地方 楚国就派使臣来问 你们为什么 楚国的使臣怎么说 他说 他跟习桓公讲 他说军 你们住在北海 我们住在南海 北海南海是相当远 我们说五湖四海 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什么叫风马牛不相及 马在发青期 马找马 牛找牛 没有听说牛跟马谈恋爱的 什么意思 就是不相干 井水河水不相干 水米无干 这个意思 这话说的很俏皮 这就是使臣们 要讲修辞 你那哭着说 喊着说 愤怒着说 反而没力气 轻描淡写 开玩笑的说 咱们俩一头牛一头马 有什么关系 你带我这来干什么 这怎么回答 说你们为什么欺负郑国 这欺负小国 这么问吗 所以我们得看管仲怎么回答 不能这么问 你要问你们怎么欺负这个小国 反过来储国都说你们欺负不欺负小国吗 这事就崴了 就不行了 管仲回答 回答先不回答的问题 就说历史 他说当年周初的时候赐给我们家齐国老祖江太公有这样的权利 什么权利 就是五侯九伯 你们都有权利去征讨他们 五等的诸侯 九州的这些个什么 大诸侯 你们诸侯 四三的诸侯 咱们设一个大的头目 由他来负责片上的方面的这种诸侯 辱食争治 你都有权利去征 什么时候去征 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 你可以去征讨他们 纠正他们 中国古代的刑法叫大刑用假兵 当周家的诸侯 谁出现了错误以后 最大的刑法就是我调动一支部队去征讨你 瞧着锣打着鼓 干嘛 纠正你的错误 不是抢了你的土地 也不是杀你的人民 是迫使你就范 所以江太公当年就受到过这种权利 各方面诸侯 你都可以有权利去征讨 你看这就先要说历史 所以要不懂历史 那行 高屋建林 高屋建林 我在高处 我在高处 你就在第一想 这个言外之意有一层 言外之意是什么 你们不要以为今天你们称了王 注意 我说的是江太公还活着的时候 你们那会儿的楚国 你们他多大个地方 多少人 你们罪儿小邦 你们今天敢跟王室叫板 我说的是那个时候 这一下气势上压下去 这就是管众的学问 不单是见识好 谋略好 见识谋略来自哪 人家都对历史清楚 然后再回答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今天我来争你吗 两条 一条是 耳共包毛不义 王祭祀喂缩酒 我要来问一问 郑姑娘 什么意思 你们的供品是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包毛 就是毛草 这个毛草又叫精毛 精华的精 精毛捆起来 捆起来干什么 缩酒 什么叫缩酒 就是古代祭祀的时候 那个酒 往茅草上倒 神不会喝酒 谁来替他喝 茅草替他喝 往茅草上一倒 那酒渣子就留下了 酒就渗到地下去了 等于鬼神就喝到酒了 这个茅草产自南方 说它一毛三鸡 反正很神秘 我们也没见过这种茅草什么样子 史书上讲 讲得很神奇 你们耳共包毛不乳 结果弄得我们现在昭王祭祀的时候 没法缩酒 这是实际上在讲什么 你们已经不尊王 你们好多年了 我要纠正你们 必须要尊王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讲的是个老丈 昭王难争不反 寡人是问 寡人 管众说话 才是西方公主 所以他用寡人这个词 这说了个老丈 什么老丈 昭王难争不反 周家建国第一代武王 第二代成王 第三代康王 第四代就是昭王 昭王时期出现了一个大事情是什么 就是淮水一带的东夷 夷人造反了 所以昭王难争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 结果周昭王从南征的时候回陕西 就是回他的宗州浩京的时候 路过汉水 结果是调到汉江里面去了 他还有他的大臣 淹死了几个 说进丧六师 周王朝所有的部队叫天子六军 称为六师 全部没了 这个有传说 传说周章王为什么给淹死在汉水里边 是跟有一句成语有关系 我们今天说成语 说俩人关系好 叫什么 如什么 如胶似漆 胶 都是粘合板子等等这些东西 粘合剂 说胶有一种特点 什么特点 说干的时候还有力气 一放到水里边 它马上化开 说有人说江汉的汉水旁边的敌对分子 给了周章王一个这样的传作 结果传到中西以后化开了 传说不能当真 只是一种推测 所以周章王就死了 这是周家前所未有的一次打击 这个事情就过去好久了 你知道多少年了 几百年都过去了 但是 管仲就要问 说当年周章王死在汉水 你们作为诸侯 你是汉水一带的诸侯 南洋盆地这带诸侯 我当然要问了 寡人是问 我要问问责任 这么多年没人问这个责任 我要问 你们给我说 这后边这句话很吓人 如果是楚国人把周章王都搞死了 这个事情是不共戴天的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两条 但是楚国的使臣 我们要注意 楚国虽然被当时的诸侯称之为南蛮 但是他的文化并不落后 他的辞令照样很锋利 而且他对中原文化的学习 他甚至比那些中原诸侯还在意 楚国的使者就说了 说耳共包毛不入 不共包毛 就是那毛草不共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知道了 至于说周章王怎么死的 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 你去问汉水 把小的承认了 把大的退得一干二净 这里边值得分析 他实际上他很机智 但是正好落了管中的下怀 楚国说起来根上是周家的丰邦 他跟北迪不一样 北迪是莫名其妙来了一群人 文化上不同 语言上不通 楚国过去都是说起来关系虽然远 但是也是个邦国 问题是这么多年他不尊王 这一次能够成功迫使他尊王 这就是纠正他几百年的错误 如果达到这一点就行了 周章王死到底怎么回事 谁弄得清楚 当年就弄不清楚到底谁把他搞死的 谁把他淹死的 如果搞清楚了就是现在的楚国人干的 那不早就收拾他了 实际上这是个无头案 实际上这次的最大的一个成就 就是楚国使者开始承认 几百年来我们不向周王进贡是错的 这当然也是楚国审时拓势考虑出来 如连这点都不承认 那要打起来了 打起来你想在你的国土上打仗 你打胜了 有无胜可言 但是实者这么回答问题 齐桓公大人不放心 齐桓公大人你多大个人物 你说了算 所以齐一个部队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楚王一看 到时候了 赶紧派了大夫 这个大夫叫屈丸 正式的跟接触 这就是互相摸底 你们来干嘛来了 你们找两条 一条我们不承认 另外一条我们可以承认下来 齐桓公来了以后 就跟齐桓公管中谈了 大概就是谈的这些内容 齐桓公一看 剑好就收 就把队续撤回来 撤在哪 撤在昭里 也可以读成少林 在哪 在今天河南省演成姐 为什么 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了 撤回来 屈丸代表楚国跟齐国盟约 盟约的中心一条 就是什么 就是重新尊王 尊重周王 然后史记记载 有记载 左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详细记载 实际上后来楚国还真尊王了 楚国派使者 派使者就给周王进贡 进贡司绸 当然那茅草总得拿着 你要不要这个 不拿别的也得拿着个茅草 你不知道画你挑领 结果把周王感动的就不知道怎么好 查查历史 从周立王以后 他们就自己称王了多少年了 百多年了 所以周王不知道怎么对待高兴 还把祭祀的时候 那个坐肉 分发给楚王 上是使者带走 古代祭祀的时候 把牲口杀了 把牲口杀了以后 献给神 神是一口都不吃 所以这是一个最不赔本的买卖 然后这个肉 大家切吧切吧 分发给有官人员 得是非常亲近的人 重要的大臣 楚国一来 周王有点颠 乐得有点发颠 给了他做肉 不过这里边就有个疑问 一块坐肉从洛阳带到今天的河南南部这一带 这会儿他楚国的都城还不在今天湖北境内 还在河南南部 那得多少天 不得坏了吗 这个情形 我们后来看金文 这当然说点闲话 我们看金文发现什么 这种坐肉不是死的是活的 给那一只小猪上宫的带走 这个是金文里边有所表现 总而言之 尊王这一条 打到了 那么还有一条 这次战争还有一条是什么 是改变了楚国的进攻方向和进攻方式 过去他是霸主 动刀弄枪 现在对中原的诸佛 比如说跟郑国 咱们通婚吧 我们家小姐嫁到你们这儿做妻子 搞这种东西 是胡萝卜加大棒 大棒藏下来先给胡萝卜吃 然后进攻的方略 过去是直接向北 现在转而向东 淮水流域 绝对不消停的 但是这也是效果 使中原诸侯喘喘气 这就是少林之梦也好 昭林之梦也好 他取得的一个实际效果 等到把这个盟约签了 签了以后 齐皇宫就带着什么 带着齐丸坐在战车上 就开始检阅诸侯部队 检阅诸侯部队 齐皇宫就说 说我们现在要跟你打仗 不是出于我的本意 我是为了先军 什么先军呢 就是过去的王 因为你们不尊王 这言外之意 你们不尊王 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君主跟我一起 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也就是说不再打仗了 以后你们尊王 大家和和气气 这话说的非常含蓄 屈完就说 他说你们强大的齐国 你们敢屈尊接纳我们小小的楚国的君主 我们感激不尽 我们如何还能反对 这和平的话谁都会讲 齐皇宫未免就开始有点得意 然后指着军队就说 我们战无不取 功无不克 这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里探楚国的敌 这是带着疾风 可是这个齐丸也不是个吃素的 他说 如果您齐皇宫行的是德行的话 诸侯会乖乖的跟随着你 假如你们真要动起手来 我们楚国以方程为程 以汉水为池 可以干一干 可以什么 可以打一打 这个话说的也是软忠待硬 不卑不亢 非常得体 所以少林之盟是齐皇宫在霸野当中的一次什么 一次走出去 拉着中原诸侯跟一个被他们心目中的敌人 实际上我们今天看他绝对不是敌人 但是他们毕竟来历不同 各自走的道路不同 所以南方跟北方诸侯较近 这一次人们看历史总觉得有点不过瘾 怎么没有把楚国打他一下 让他屈服 注意 也可以说齐国不一定具有稳操胜券的这种把握 另外一个问题 政治家想问题 像管中让政治家想问题 未必就是要学于火 就是刀枪的原则 只要他楚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尊重王 大面上过得去 这个秩序就恢复了 这里边有一种分寸的拿捏 所以这是我们看这段历史 说起来楚国也不是外人 应该说在整个齐皇宫争霸的过程当中 这一次应该说是取得了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所谓齐皇宫的霸野 没有动刀枪 齐皇宫在少林蒙了以后 下一步应该说回家 打道回府 歇着 但是要回来 齐皇宫要从少林回 他要走过走一些地方 他不能坐飞机走 要经过陈和郑这国土 所谓大军味道粮草先行 要吃要喝 这个时候 陈国就出了个爱国者 叫什么呢 叫袁涛图 他就想办法抵制这个 抵制这件事情 他又觉得自己人单是孤 于是就找了郑国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臣 郑国的一个大臣叫什么呢 叫深猴 这是个小人 下边你就看着他是个小人来了 俩人就商量 说这次八个国家的军队要走我们两国的交界地带 我们两国非要倒霉不行 得出血 说为了挽回这个情形 咱们给齐皇宫献一个策略 他们利用齐皇宫的毛病 什么毛病 好大喜功 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之主往往毛病 四个大字 好大喜功 年轻的时候有作为 晚年就好大喜功 最后把国家花空了 说咱们利用他这一点给他出个什么主意 咱们不让他往北走 让他从少林出发向东走 向东走就是沿着淮水北侧 那个地方有好多小国家 就是原始部落那种小国家 然后向北走循着海 就是东一 还有些国家 写要齐国的威德 少林之盟都蒙了 现在往这些国家走 宣扬一下我们的赫赫威势 岂不是很好 搂草打兔子 带烧的 来个回首 咱们不做一厨买卖 齐宽公也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当时浩大喜功 好就答应下来了 答应下来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说管仲在成不了 可是没等管仲站出来 身后郑国的那个人就站出来了 他站出来 袁涛图前点走 清皇国高兴准备下命令 往东走 再往北走 显耀威德 在东海 结果身后就来了 身后说 这哪行 有人给你听说有人给你出了个主意 准备让你往东走再往北走回齐国 说这不行 你看我们八个国家军队出来多少天了 所以为什么 已经是军队很疲惫 后勤也跟不上 如果往东走 不遇到敌人 没事 遇到敌人 你可能最后这一片就走了笔了 你就完了 把你前面的功劳给折了 这么一说 齐桓公 我没想这么多 我光浩大喜功了 心里说了 马上就赞美 身后你真是忠诚 虽然你郑国 于是怎么办 齐桓公就强迫着郑文公 把虎牢这个地方赏给了申侯 所以申侯就是势力小人 俩人商量好的意见 前脚走 你后边就告发人家 这个就后来申侯的死因 其中他的死因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郑国不高兴 你讨好齐桓公 让齐桓公要赏你 拿齐国一块地方赏你 离得太远 就顺手把我们的虎牢给了申侯 这后来埋下他的死因 这我们不去多说 那么齐桓公反过手来 干嘛 就是把袁涛图抓了 你不忠诚 后来是诸侯又说情 才把袁涛图又放了 这件事情虽然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霸业为迟不咎 存行就位 敢于寄予民族大义 人们可以拿出尊严来 可以拿出热情来 可以不要钱 甚至不要命 那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有生死的考验 现在共同的敌人 少林之盟盟了 他也不是要死要活的敌人 这种共同的难题没有了以后 人的弱点就出现了 日常状态就出现了 人的日常状态就是平庸状态 什么叫平庸状态 就是打小算盘 就是平庸的状态 自己考虑问题 我们也不能要求整天人 老是发扬理想主义 老是存行就位 不会是那样 那累死了 日常状态就是最基本的状态 也可以说人类最真实的状态 这个时候打小算盘 各自判算 所以齐宏的霸业要想维持 也就难了 而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一时半时这个现象还不是他的主要问题 他主要面对的是什么 周王主义 尊王攘于尊王攘于 被尊的王开始出来拆齐桓公霸业的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回再谈 谢谢大家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 霸主地位日渐巩固 在这种情况下 齐桓公和管仲开始实施 九和诸侯 一旷天下的宏伟计划 他们会蒙诸侯制定蒙约 要约束混乱的天下 要实现治世的理想 那么在春秋的乱世者 他们的理想能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五霸之回秋之会